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674集 夏紫玉动了去彭城的心思 王家这个春节注定要愁云惨淡 夏紫玉对王建华虽然没放弃 却也没了要讨好王广平和阮淑玉的心思 王广平的级别没辩 却调职到党史办那种地方 夏紫玉认为以后能依靠王广平的地方很少 他身上因为王家而背着的处分 王广平还有能力取消吗 在农场改造 可以给王广平和阮淑玉送必须的物资 可以借钱给王建华去打通关系 但党史办 王家父子都无能为力 夏紫玉一个普通大学生有什么办法 而且王广平和阮淑玉 在农场时是一个态度 反成复职后是另一个态度 夏紫玉早看穿这两人的嘴脸 就算他用尽全身力气 又不可能真正讨好他们 除非他本人或者他的家庭 陡然上升到和王家平起平坐的层面 夏紫玉正愁前路在何方 接到电报说夏大军发了财 磕睡了 有人送枕头 夏紫玉当然欣喜异常 当然 他对电报里的消息不是全信 需要亲自确认下夏大军的情况 这意味着他要去一趟蓬城 本来已经说了 今年春节要留京 现在夏紫玉又把王建华约出来 王建华还有点颓然 经过夏紫玉的多次鼓励 状态比那天喝得烂醉如泥时好很多 建华 我马上要去一趟蓬城 这已经是年底了 你去蓬城做什么 王建华满是疑虑 带着三分小心 你不想和我爸妈一起过年 家里的气氛是很僵 王广平调职的是 王家至今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王建华感激未婚妻的不离不弃 对于冉淑玉和王广平的迁怒 他却无力解决 他爸的精神垮了 冉淑玉也郁郁寡欢 王建华只能选择委屈夏紫玉 不过两人已经商量好 除夕那天 夏紫玉和王家人一起守岁 否则他一个人孤身在惊 春节也太冷清了 王建华还以为夏紫玉反悔 却见夏紫玉带着两分激动 我当然想和叔叔阿姨 还有你一起过春节 家里派电报来 说有我二叔的消息了 建华 他从医院里走掉 失去联系有一年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现在听说他在捧城 我怎么能不去确认一下 夏大军有消息了 这人还是在王建华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事后王建华也挺内疚 受伤的人情绪不稳定 他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 夏大军当时又受了伤 外面的世道不是很太平 有人猜测 夏大军多半死在外面了 现在忽然又有了消息 王建华松了口气 这真的 太好了 夏小兰不仁 他和紫玉却没有不义 特别是紫玉 永远对他人善良大度 眼下要千里奔袭去捧城 对夏大军这个叔叔的关心 没有作假 紫玉 我陪你去 夏紫玉可不想王建华陪着去 但转念一想 他也没拒绝 一脸激动重重点头 好 王家是不可能同意王建华去捧城的 夏紫玉不用自己反对 果然 夏紫玉把票买好了 王建华却说 自己去不了 夏紫玉还反过来安慰王建华 你多陪陪叔叔阿姨 我到了澎城就给你拍电报 我一个人可以的 对于他的爽约 夏紫玉从头到尾 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王建华越发愧疚自责 火车开动了 王建华将自己在站台上买的烤红薯 塞给夏紫玉 跟着火车跑了半天 直到再也追不上火车 哎呦 你这对象疼人 是啊 有福气 夏紫玉拿着烤红薯 腼腆地笑笑 他和王建华能走到今天 他花了多少心思 王建华对他 也从最初的不上心 到现在舍不得他走 追着火车跑 这和王建华的性格是大相径庭的 夏紫玉想到这里 自己也笑了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 王建华就是他的收获之一 现在他还要去鹏城 夏小兰再怎么厉害 连亲爹夏大军都倒向自己这边 肯定会很憋屈 他要拿到夏大军的支持 再借此为跳板 接触到香港老板 利用对方的资本 夏紫玉慢慢剥开红薯 却直到放凉了 也没咬上一口 王建华不知道 他真是吃够了这些东西 农村最不缺的 就是便宜的红薯 夏紫玉不想朴素低调 他想要过好的生活 住大房子穿好衣服 吃得精致 出入有车接送 但他的目的没有达到钱 不得不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平时衣着朴素 生活上也不讲究吃喝 谁让他没有夏小兰那样的脸蛋呢 为了得到一些东西 前期的吃苦忍耐 是必要的付出 很快 他就不需要再忍了吧 夏紫玉露出了笑容 旁边的乘客却在惋惜 模样挺周正的一个闺女 脸颊上却有一个凸起的伤疤 是淡淡的红色 一笑起来就特别明显 夏紫玉后接到消息 却当机立断 买票先去鹏城 夏老太几人先得到消息 一家人在家里商量来商量去 为着哪些人去鹏城 还吵了架 王金贵肯定想去 还要带夏红侠去 夏红兵呢 输了很多钱 现在大河村的人都知道 夏大军发财了 催着夏红兵还钱 他等着发财的二哥搭救呢 自然也不肯待在家等消息 夏老太嘴巴歪着 说话时嘴皮抖动 你们把老娘救下 看看大军会不会打死 说的也是 夏大军的确是最孝顺夏老太 没有夏老太一起去 别说留下跟着夏大军享福 能要到多少钱也说不好 一家人总算是商量好 家里大人都去 夏红侠的两个弟弟 先送去王金贵娘家 真的要留在鹏城不回来的话 再回来接两个小孩过去 春节将至 外出的人想回老家 唯有夏家人 收拾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要往外地赶 从商都到鹏城 四个人的火车票就不便宜 夏红兵只说没钱 他还欠着一屁股债呢 王金贵和夏红侠就更不可能掏出钱来 大眼瞪小眼 最后还是夏老太掏出的钱来 没有了夏大军赚钱 夏长征和张翠从分家后 就没回过老家 张翠当时给的赡养费 就是夏老太唯一的近象 他中风住院 还有平时零零碎碎被夏红兵哄去赌的 夏老太手里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掏钱买了票 夏老太也肉痛 如果去鹏城找不到大军 家里这日子可咋办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